下面我们学习编写第一个应用程序 Hello World 几乎所有的编程语言的第一堂课 都是从打印Hello World开始的 甚至曾经有一个笑话 一个程序员退休了 准备学习书法 陶冶情操 结果铺号宣纸 占满浓墨 书写下的第一句话还是Hello World 这个冷笑话之后呢 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 打开ViroStudio 我们首先创建一个控制台应用程序 新建项目 选择ViroC Shop 和控制台应用程序 输入项目名称 我输入的项目名称是MyApp1 创建好项目以后 请大家注意右侧 会创建一个叫做Program.cs的文件 而这个文件中包含了这一段代码 请大家注意我选中的这一段代码 它叫做StaticVoidMan 这段代码的名字就叫做Man方法 Man方法 它是程序的入口 也就是说 它是程序运行的起点 我们要把最重要最重要的代码呢 写在Man方法后面的这一对大括号里面 好 下面我开始编写代码 我写了一行代码 这一行代码呢 我们通常管它叫做一条命令 命令呢 都是以分号结束的 大家看到分号了吧 分号代表命令的结束 Council.write 这条命令的作用呢 是打印 打印 双引号 之间的语句 我们要打印的呢 是Hello World 所以把Hello World 写在一对双引号里面 写好了以后呢 我们先尝试调试它 调试的快捷键呢 是F5 调试成功了 不过程序一闪而过 我们想看清楚程序输出了什么 使用另外一个快捷键 Ctrl加F5 这个快捷键 不调试 直接运行 好 下面我们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看到了吗 Hello World被打印出来 后面呢 有一句提示 请按任意键继续 不用我告诉你 哪一个是任意键了吧 我们只要敲一下键盘 程序就会退出 好了 我们刚才呢 通过在man方法中 书写一条命令 Council.write 打印了一句话 Hello World 是不是很简单呢 只需要一句话 那么其他的代码呢 我们现在呢 也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这行代码 Namespace MyApp1 Namespace 叫做命名空间 MyApp1 就是一个命名空间 下面的代码 Class Program Class 叫做类 Program呢 是类的名字 CShop里边 怎么会有这么多 一层套一层的概念呢 我们来解释一下 类 是CShop程序的最小单元 CShop程序 是由一个一个的类组成的 而命名空间的作用呢 是用来组织和管理类 也就是说 在这个叫做 MyApp1的命名空间中 包含了叫做Program的类 也可以在里边添加 其他更多的类 所以一个命名空间下面 可能会有多个类 在我们编写程序的过程中 有一些常用的类 是由微软编写好的 提供给我们 直接使用 来减少代码量 上面看到的这些语句 就是在导入微软提供的 命名空间 以便使用其中的类 关键字 using using之后的这些单词 都是命名空间的名字 我们现在不需要去记住它 不需要 我们现在只需要知道 它是自动提供 并且是我们需要使用的 就可以了 好 今天我们需要记住哪些内容呢 需要记住 命名空间中包含了 若干个类 需要记住 man方法是Csharp程序的入口 需要记住 输出一句话的命令 是consul.write 这就够了